一進來就覺得同學很可愛 他們問一些問題都很有水準 雖然有點緊張 但他們都克服了 你得過什麼獎是你最難忘的呢 我相信我得過最難忘的獎 一定是亞運會 因為我做了全職運動員很久 就有五年 但都爬了艇十三年 其實途中我都沒有得過很多亞洲性的獎項 所以竟然可以在亞洲最大的舞台 最終可以拿到一面銀牌 對我來說是最難忘的 而且都印證了我這麼多年賽艇路上的辛酸 跟你的拍檔進行一些溝通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過一些問題 很多時候遇到問題 在練習方面 我們都已經跟大家說明了要說出來 就不要收起來了 所以我們每次遇到有什麼問題 或者覺得有什麼意見 我們都會提出 然後我們都會互相包容對方 為什麼你會想入香港隊呢 我本身是一個沒什麼自信心的人 因為開始了爬艇之後 就開始找到一些自信了 然後我身邊的人都慢慢地進入了港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令到我都很想成為港隊的一份子 所以就一直努力練習 希望可以代表香港 有沒有一些吉祥的物品 即是幸運的物品 我們訓練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做很多不同的測試 可能有一天那天測試做得特別好的時候 我就會記住了那天穿的那套衣服 和用的橡筋 然後可能到比賽的時候 我都會穿那套衣服 和用那條橡筋 嘗試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不是 雖然是我媽媽逼我的 但是逼也可以不去 但是我最後也有嘗試到去爬艇 因為如果當初我沒有踏出這一步的話 我今天都不會在這裡 可以讓同學們訪問 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所以如果出來社會之後 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多些嘗試 因為我本身都是一個比較細膽的人 我都要慢慢地克服他 嘗試更加多不同的事情